在1970年,有一個電視節目啟播 改變了無數人對信仰的看法 權能時間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要高興、歡喜 特別播放蕭律柏博士的時工 教導新一代,透過神的愛 你的傷痕,能夠轉化成聖光 這個意念就開始了 當時最受歡迎的例子電視節目 今天,權能時間繼續使命 以新的聲音啟蒂新一代 當你想靠神,沒甚麼能阻礙你 少偉柏牧師要鼓勵你 他的信息能夠讓你人生有新的視野 無論你的境況是怎樣 面對甚麼障礙 這一小事是你的權能時間 各位朋友早晨,歡迎收看權能時間 和多謝你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的節目是雙語廣播 如果你的電視機是有禮音設備 你就可以選擇收看權能時間 以英文原聲或廣東話配音 在聖經耶利米書第29章第11節 因我自己知道我為你們所定的計劃 是使你們得平安 而不是遭受災禍的計劃 要刺給你們美好的前程和盼望 這是夜和華的宣告 今天,小偉柏牧師教導我們 在困境中學習 面對困境和試煉 小偉柏牧師鼓勵我們 不要憂慮、懼怕或頹喪 當我們掙扎 其實神是給我們人生的目標 當我們克服之後 我們就會成為新造的人 神在過程中訓練我們去學習 使得我們更加好和更加剛強 在高臨多後書第4章第17至18節 我們這短暫而輕微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因為我們不是故念看得見的 而是故念看不見的 原來看得見的是暫時的 看不見的才是永遠的 我們現在面對的困難是暫時的 不要看我們失去了什麼 而是看我們仍然擁有什麼 並且信靠在這些困境中 我們去學習冷靜、待人仁慈和有愛心 讓我們學校主耶穌 因為世界正需要像我們這些人 我們充滿生命力、鼓勵別人和滿有恩典 因我自己知道我為你們所定的計劃 是使你們得平安 而不是遭受災禍的計劃 要斥給你們美好的前情和盼望 這是夜和華的宣告 我們這短暫而輕微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因為我們不是故念看得見的 而是故念看不見的 原來看得見的是暫時的 看不見的才是永遠的 中文字幕提供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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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H 這是耶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早安 歡迎教會的家人和到訪的朋友 很高興你和我們在一起 真是很有趣 因為最近和很多朋友聊電話 我們同樣要隔離 但大家隔離的經歷很不同 昨天我和一位朋友說電話 他和他先生都要工作 所以嘗試在家裡工作 但那些孩子令他們筋疲力盡 很難處理所有事情 然後又有另一位朋友 這一刻的經濟狀況非常緊絕 又有一些獨居的朋友 他們感到被孤立 忍受著孤單 然後有些朋友說 那對我們一家來說很好 可以體驗到親密關係 所以我很想在這裡為你討告 有些現在經歷著疲佛 承受壓力 忍受孤單的人 我現在想為你祈禱 請和我一起 天父 我們來到你的根前 現在為每個聽到我討告的人 祈求主啊 為那些正在這裡承受壓力 孤單感和疲佛的人祈求 求聖靈保護他們 是從頭到腳的保護主啊 求你賜勇氣給他們尋找幫忙 更求你妻派有心人 去幫助他們主 減輕他們的壓力 天父 感謝你以恩慈相待 為這一日感恩 主將一切交託給你 主我們說要盡心盡盡盡盡力去愛你 奉你大能聖名祈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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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今天的信息 是耶利米書29章4-7及11節 信上說萬君之爺和華 以色列的神對所有被擄的 就是我使貪門從耶路撒冷 被擄到巴比倫去的人如此說 你們要建造房屋 住在其中 要開墾田園 吃園中所出產的 要娶妻生兒養女 為你們的兒子娶妻 使你們的女兒 嫁人生兒養女 你們要在那裡生養眾多 不可減少 我 使你們被老到的那城 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 為那城鄉野和華祈求 因為那城得平安 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這是夜和華說的 安門 祝福 我指望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ce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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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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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det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drive To the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Engave the mou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ar the heart of heaven beating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And the hush of mercy breathing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Hear the host of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And the sound of joy repeating Jesus saves See the humblest bow before Him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And the wisest bow before Him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See the sky alive with praise Melting darkness in His blaze There is life forever pouring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He will lift our sorrow-sharing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He will die our burden-bearing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Oh, it is stirred Oh, it is stirred We'll shout the cross He will die our burden-bearing He will die our burden-bearing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He will die our burden-bearing All the saints who shine together I know that Jesus saves He will die our burden-bearing He will die our burden-bearing He will die our burden-bearing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He will die our burden-bearing 我是貝道格 我是第二 貝道格是一名作家 我是第二 是傳媒機構講述真人真事 那些向神奉獻生命 從而活出美好的重生 我整個腦都是負面思想 以為每個人都批評我 貝道格曾經多次分享他的故事 如何發現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他本書《我選擇平安》 見證了很多人 因為選擇第二種人生 而找到美好 歡迎 貝道格 早 神道格 歡迎 很高興你在這裡 我也很高興 我真的很喜歡 我是第二的視頻 真的很好 這本書是你收集了你最喜歡的故事 將它們編成為這本書 首先 你製作的《我是第二》的視頻裡 你最喜歡哪一個 那有點像問我最喜歡哪個小孩 我全部都喜歡 可能出於不同的原因 我一直以來最喜愛 也說過超過十年 是康樂隊的偉拜人 非常戲劇性的生命更新 他是從災難的人生 變成愛上耶穌的人 現在獻上一生 向眾人宣揚他 我們曾經很多次講述他的故事 現在隨著時間揭開他的歷程 我們可以再次分享這個故事 和更新他的近況 由第一本至最新的一本 看看耶穌在他生命所作的功 很高興能夠參與他的故事 協助分享出來 我曾經看過 也曾經邀請他來分享的 他對神的心很火焰 很有意思 有人從世界裡被救贖和更新 聽起來是很激勵人心的 所以在你這個 我是第二的系列裡 你可能沒見過他們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名字的 我是第二 它是融合了兩件事 首先在我們的文化裡 要勝出 要成為第一 是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 即使我們沒有大聲說出來 我們是傾向生活模式 所以我們想這樣挑戰 也想在過程中讓人有好奇心 當你聽到我是第二 你會驚訝感到奇怪 因為這樣是違背了文化 你會說 這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想要挑戰 和引起好奇的想法 當人探索這些故事 認識了這些人 領悟到他們甘願第二 因為耶穌已經徹底更新了他們的生命 這就是我們想要分享的故事 確實是觸及到很多人 起初核心的價值 是啊 二零一九病毒疫情裡 肯定大家一聽到 就會感到煩驗的了 但是當我早上起床 就會首先看看新聞 看看有什麼改變 例如是 是否快可以結束旁邊呢 是否快可以有疫苗呢 大家都一直在問這些問題 嗯 我覺得這本書 在這段期間很值得閱讀 我肯定你也是這麼想的 這本書會怎麼表達呢 我們在這次全球疫情裡 正經歷的一切怎麼應用呢 這本書是很有趣的 從概念到上書架 雖然多年 所以這本書的概念 是很多年前開始的 我們當然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本書真是神的心意 看到神怎樣使用一本書 去處理焦慮、壓力、憂慮 這些都是我們當前生活要面對的 他就在這時候帶出這本書 他對二零一九病毒疫情 不會感到驚訝 即使我們是驚訝 我覺得這本書是神的心意 及時處理大家的擔憂 你憂心健康、經濟和所愛的人嗎 這本書確實能夠幫助人 解決額外的問題和憂慮 我們已經要處理很多事情 所以這本書導出 我選擇平安 當大多數人要掙扎去抓住平安 這本是一本非常及時的書 我喜歡書名 我選擇平安 以及封面設計 你們做得很好 我很喜歡這本書 很有意思 對了 這不是平安的時刻 人人都會留在家裡 而依靠網絡做事 人人都會留在家裡 以為這才是真正平安自在的時刻 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真的感到自在的 大多數人都感到很焦慮 你向留在家裡的人 有什麼忠告呢 沒有人知道之後幾個月會怎樣 沒有人知道經濟發展 和生意會怎樣 不知道自己的健康會怎樣 有些人或是認識染病的人 你有什麼忠告呢 你也是牧師 你對這方面的牧羊有什麼看法呢 我想起這本書的故事之一 一個男士名叫賈奧丁 是老鼠與男人樂隊的成員 我們找他採訪的時候 他的人生差不多崩潰 他來接受採訪的那一刻 他說 我已經失去一切 他健康欠介 經濟也不好 現在我只剩下兩個行李行 這就是我所有 他接受採訪時一無所有 他說 你知道嗎 我從未這麼快樂過 和從未這麼平安 那個領悟是 各位 我們當時沒有計劃要採訪 但是拍攝了 他分享的時候 仍然在很多事上掙扎 但是平安 所以我給你們最大的忠告是 讓這個期間 是神要篩出令我們分心的事 有時 他讓我們自己篩出 有時他親自動手 我感到這個期間 他正削弱令我們分心的事 和人生中的壓力源頭 以致我們可以用多點時間 專注於他 背道格 很感謝你充滿智慧的分享 很可惜我們沒辦法親身見面 你在匹茲堡 我們身處在加州的橙縣 我們繼續討告 以致看到情況恢復正常 我很喜歡你本書 和你製作的視頻 你為神的角度 作出了很大的影響 書名是 我選擇平安 作者背道格 道格非常感謝你 祝福你 保重 感謝你今天和我們分享 我們愛你 感謝你 非常感謝邀請我分享 作詞曲 李宗盛 歌集中 祝福你 噢 祝福你 祝福你 由你 由你 從你 condemn 佛百分獄 口 祝福你 祝福你 從你 世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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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 留在家裡 或在這個教會的人 請你和我一起站起來 我們一起講出 每個星期都宣讀的認訊 請這樣將你雙手 好 我們一起去宣讀吧 我不是我所成就的 我不是我所擁有的 我不是別人所評價的 我是夢神所愛的兒女 這就是我 沒有人能奪去這身份 我不必憂慮 我不須匆匆忙忙 我信靠我的恩友耶穌 並與世人分享他定愛 多謝各位請坐 今天我想說說 困境的重要性 在困境裡 神看顧你 現在很多人 在2019病毒期間 感到很困苦 很多人覺得 很苦悶 正如海拿今天早上說 其實我們互相通電話 讓我們在靈裡合一 就是 嗯 我們要指出 人人都在經歷 大部分人 可能用消極的方式 其實人人以不同的形式去經歷 有些人就很害怕 有些人很生氣 有些人心靈苦悶 我看見你呀 海雲 苦不苦悶 不是 海雲 這個期間很開心 我認為是的 但是我感到苦悶 我們有這些不同的體驗 我認為很容易 嗯 當聽到某個人說話 而發怒 你論斷和大聲喝罵 因為你感到失望 我明白 但是我想鼓勵各位 無論 你怎麼去思想 或是感受這一切都好 讓我們以恩典和善良 彼此相待 心靈很脆弱 特別 現在 人人都心靈脆弱和憔慮 世界 很需要像你那樣的人 有生命力 鼓舞人心 有智慧 一位領袖 世界需要像你那樣的人 滿有恩典 不容易發怒 我想鼓勵你成為那樣的人 當我們宣讀認訊 我在想 很多人都不需要憂慮 但是我在想 我在車上跟海雲說 我沒見過這麼多瘋狂的司機 某次我們出去外面 洛杉磯幾乎沒有塞車 如果你還在洛杉磯或是橙原 就知道5號和405號高速公路 通常都會塞車的 感覺很奇怪 在星期五下午 開車去拿晚餐 路上竟然沒有人 然後 我沿路開車 看到有人開了一輛車 好像飛過一樣 我跟海雅說 現在司機好像比以前更瘋狂 我一生從沒見過 我在萬線都開得快了 但不是很快而已 車速是72 限制是65 那麼 在我右邊 有輛車向我駛過來 車速是一百英里 差點撞到我 我說我在萬線 沒有騷擾我 他就發短信給我 他說 現在在美國 因為時速超過一百英里 發出的告票 是增加了八十七個百分 表示那些人坐在自己的車上 就會說 我要餓出 我要自由 我要道路 我要感覺充滿活力 我們都面對其他的挑戰 最近得知 離婚率近日非常高 在你笑之前 確實好像很有趣 但在另一方面 這是夫婦一個機會 可以避免離婚 而能深入去 而且更好給此了解 在很多事上 都要有恩典 所以 簡單來說 我們也在掙扎 我們正在掙扎 無論你是誰 你也在掙扎 有美好的時刻 有歡樂的時刻 但我相信當疫情結束的時候 這些掙扎 對你來說是好的 我甚至為你祈禱 當你克服了 你會回望和領悟 儘管是很苦悶 感到沮喪 或是你染病 生意不好 或是你要休假或失業 即使 在掙扎和受苦的情況下 你領悟了自己 變成新造的人 神在你的人生中作供 令你變得更好 而我會祈求 在這段時期 你能憑信心信靠 祂會在你人生中 作奇妙的事 損失只是暫時性 不要看你失去的東西 看你仍然擁有的東西 相信 神能夠用這次掙扎 令你變得更加剛強 我經常傳說 神的教導 我欠愛神這一點 祂愛我們的本相 祂愛現在的你 祂愛你的本相 不是你應該要怎樣 祂一直在你的身邊 但神也有另一面 神就像一個教練或是爸爸 祂不會保護我們 免受艱苦 神是不會保護我們 免受掙扎的 而事實上很多時候 就像教練或是爸爸一樣 祂容讓我們進入困境 因為祂知道 你會成為怎樣的人 當你進出困境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我爸爸很多次 啊 令我進入不同的環境裡 我感到沮喪 有時我會哭或是還擊的 我爸爸教我衝浪 即使我很怕水 當時我覺得自己 是不會學得懂得游泳的 他還要我啊 學武術 我要作戰 被擊倒 要吃蛋白質補充劑 但是我領悟了 使我更加剛強 小孩子的時候 好像有三年了 很討厭棒球 但是爸爸讓我繼續打棒球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回望 我就會說 各位 今天我喜愛棒球 我喜歡武術 這些不是值得吹噓的事 但是令我內心剛強 我很感激 我能夠彈琴 游泳和衝浪 如果 我爸爸放棄了 當我的事 令我感到沮喪 成為了大人之後 我就不會有這些恩賜了 那就是 為什麼我的兒女 當海雲有時因為功課 或練琴 感到沮喪的時候 作為父母 你想放棄 為保護你的兒女 免受掙扎 但是你明白到 即使有時是這樣 我們作為父母 經常需要做的事 就是牽著我們兒女的手 無論你有什麼感受 我想鼓勵你 保持冷靜 臉上保持微笑 繼續努力 和相信當困境完結 你是會變成不一樣的人 會更好 我相信你可以的 換言之 繼續奮鬥 繼續 繼續奮鬥 嗯 事實上 人生 確實是有掙扎的 很有意思的 因為以色列這個名字 是指與神率交的人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我們提到神是教練營的爸爸 敬虔的好爸爸 但是以色列不是指跟罪惡 或者邪惡爭戰 而是與愛的典範褻教 與恩典和喜樂的典範褻教 與神褻教 這就是以色列的意思 你與神褻教 我們明白到 人生大部分時間是一場褻教比賽 每當你離開了這場比賽 你仍然有另一場比賽去面對 好像是消極 或者令人沮喪的事 但是這就是人生 想想你看過的每一部好電影 你聽過的每一個偉大的故事 內容通常是關乎困境的 困境改變了 但是你發現偉大的故事 總是有英雄人物 經歷了這個困境之後重生的 改變成為新造的人 通常回到家之後 別人能從他們身上看到 因為這個困境 他們改變了 成為更好的人 神會繼續令我們奮鬥 因為祂想我們更加剛強 這是一件好事 贊美主 贊美主 因為祂認為你是剛強 以及有智慧的 認為你已經具備了條件 去面對任何你正在經歷的困境 你不會獨自經歷 這是另一回事 神願我們同在 祂說我以祢同在 我絕不撇下你 也絕不丟棄你 不要忘記 這些困境通常是一浪接一浪的 我們有少許體驗 這不是好的 但是另一個將會來 明白嗎 重申這一點 我今天用兩段經文來教導 第一個故事 很少人聽過的 是關乎彈芝派 當神的子民離開埃及時 在曠野漂流後進入英許地 神要將他們安置在以色列周邊的地域 以色列十二支牌成為了十二個自治區 甚至是成為了以色列國內的州墳 這裡有地圖 你能看到他們怎樣劃分 我今天想分享彈芝派 這裡你可以看到彈的範圍 應該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敏之間 是沿海平原 但所在的位置 他們對自己所在的位置不滿意 當中不滿意的原因之一 因為它不在這張地圖上 附近有菲利士人的城市 是廷拿 廷拿不斷進攻伯士墨 是彈芝派主要的首都城市 不會有大事發生 但是菲利士人和彈芝派經常發生爭爭 不斷地鬥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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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芝派不喜歡鬥爭 當你查考士司記 彈芝派的人民 我相信在拉比的教導 是違反神的旨意 因為這裡有鬥爭 他們想離開神安置他們的地方 尋找另一個沒有鬥爭的地方 是和平之地 你明白嗎 你明白的是不是 所以這個故事是司記十八章 經文說彈芝派選了五個勇士 拆遣他們去到以色列的北部 去偵察邊境的地方 讓我們的子民可以安居 他們拆遣五個勇士去到北部 住在米家的家裡 他是猶太人 把他們安頓好 和利美人見面之後就照顧他們 當知道這個利美人是祭司 能夠聽到神的聲音 他們就說 請告訴我們 因為他們不知道是不是正確 離開神所設的地 而找另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求問祭司 神開不開心 希伯內文是這麼說的 神開心嗎 他們明確地說 請你求問神 讓我們知道所走的道路 是不是通達 我是這麼理解這段經文 當他們來到神的面前 求問祭司 是不是應該找一個新的地方 經文說 你們所走的道路 是在耶穫華面前的 換言之 神看顧你做的事 他們就去 尋找一塊地 回去告訴彈指派 他們說 我們找到這個城市 拉奕 處於荒野中 附近沒有人 大家很高興 就像夏比人村 人人都在那裡無農 享受食物 繁榮昌盛 很安全 我們應該去取這個城 那裡是我們的新的家 他們就帶著六百人 組成軍隊 向北部邁進 以外 他們突襲米家的家園 各位接待他們的人 然後他們向拉奕埋盡 放火燒了那個城 變成自己的新家園 他們殺死所有人 建造新城市 跟自己的族名一樣 起名誕 他們慶祝說 太好了 我們在荒野中 得到這片風盛之地 這樣我們以後 就不需要再爭戰了 不需要再爭戰了 萬歲 接著 《舊約聖經》 繼續記載 每次 以色列 被一個國家襲擊 第一批人 總是來自北面 第一批受襲擊的人 不是像菲利士的侵略者 而是 龐大的軍隊 像亞術帝國和巴比倫人 第一批被釘死 和被毀滅的支派 就是彈支派 因為是進入以色列的 第一個城市 所以他們從來沒有想要的爭戰之地 進入了另一個以為安定繁榮的地方 而事實上 他們搬到去 有可能是最差的地方 如果你不想鬥爭 拉比教導 這是給我們的教訓 無論我們在哪裡 世上沒有地方是不會爭戰的 你總是會為一些事而掙扎 但是神經常與我們一起奮鬥 相信無論你正為何事掙扎 神與你同在 祂會幫助你誇盛的 換言之我們要成為這樣的人 不要說我要擺脫困境 我要擺脫艱難 我要擺脫困難 但是我們要成為這一類人 說主啊 無論祢想我們在哪裡奮鬥 我會因為祢所在之處 真是最好的地方 神在困境中看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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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蒙福之地 我想鼓勵你 可能你在這裡掙扎 很艱難和困難 不要試圖 不要試圖 以不合適的方法去改變警方 很多時候 我們會想逃避 我們想沉溺看網上電影等等 這樣並不是錯的 我最近都經常上網看電影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正經歷的困境 有時這個困境是很苦悶 有時是跟配偶或是子女爭吵 有時這不是會發生一段長時間 但是相信只要你 仰望神的國上司生活 像耶穌神會談到祂的祝福 透過這段困難時期 這可能是我們正經歷最大的爭戰之一 未必是打仗和爭論 可能不是和附近的菲利士人作戰 我們面對最大的掙扎之一 就是祝福我們身邊的人 可能是再清潔碗碟、倒垃圾 幫助子女做功課 或是和家人相在一起 或祝福你的室友 或是好好地和輪舍相處 可能對方很討厭 或是有問題等等 有時祝福是我們應該去做的事 是我們最大的掙扎之一 當我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起巴比倫流亡 巴比倫流亡是很可怕的事件 巴比倫帝國征服了英雄地 送走所有人 特別是年輕人 回到偉大的巴比倫城 主前六世紀的巴比倫 就像紐約市那樣 當他們去到那裡 就問發生什麼事 我們在這裡做什麼 要成為什麼人 我敢肯定他們很氣憤 這是不公正和不公平 他們被侵犯 他們的東西被取走 我敢肯定他們對巴比倫人發怒 想毀滅他們或是傷害他們 當時耶利米已經是個老人 是先知 他仍然在耶路撒冷 他寫信給比倫道巴比倫的猶太人 就是耶利米書二十九章 我會想像當這封信到達 很多人聚集在那裡 在巴比倫的猶太人 收到偉大的領袖 和先知耶利米的信 從神得到的啟示 他們問神要跟我們說什麼 發動戰爭 跟他們爭戰 發動一場暴戀 我們有很多人 真是可以做些事 有人收到這封信 把他打開 他這樣讀出來 萬君之耶穫說 以色列的神 對所有被弄的 就是我使他們 從耶路撒冷 被弄到巴比倫去的人 如此說 我們要建造房屋 住在其中 要開墾田園 吃園中所出產的 要 取妻生兒 養女 為你們的兒子 取妻 使你們的女兒 嫁人 生兒 養女 你們要在那女兒 生養眾多 不可減少 我 使你們 被弄到的那城 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 為那城向耶和華祈求 因爲那城得平安 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萬君之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 如此說 不要被你們中間的先知 和占卜的所有話 也不要聽信 你們所做的夢 因爲他們託我的命 對你們說假如言 我並未猜欠他們 這是耶和華說的 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 我要眷顧你們 向你們實現我的恩言 使你們歸回此地 我知道 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是切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 末後有指望 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喜歡這篇經文 這是世人最深刻的經文 耶利米書二十九章十一節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背景 被老在巴比倫的人感到害怕 憂慮和憤怒 他們想回家 但是神說 留在我安置你的城市裡 祝福他們 祈求那城得平安 因爲那城得平安 你們也除在得平安 娶妻嫁人 開墾田園 生兒養女 努力工作 發展事業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很令人鼓舞 這就是耶利米書二十九章十一節的內容 當神和那些 在城市中被傷害的人說 應該要祝福傷害他們的人 我認為這是很掙扎的 當你和家人在一起住 而你負責照顧他們 可能你有相處不來的室友 可能你正在跟配偶鬥氣 可能你的成年子女要搬回家等等 你有這些掙扎 我想鼓勵你不要放棄 不要做出氣袋 但是要傾倒出去 要祝福 想一想這段困難時刻 你和人的關係 能夠更深成長 可能你和某人約會 是時候和那個人深入認識 看看他們是否真的適合你 這是給我們的機會 擺脫掙扎 特別是人際關係 仔細反思 以及解決一些隱藏和深層的問題 以恩典、忍耐和溫柔去處理 不要發怒 也不要還擊 這樣我相信神會因此而作弘大的事 好了 回答可能在你腦海裡的問題 我怎麼知道神要我去哪裡呢 我想很快分享三件事 我嘗試在一分鐘內完成 第一 我怎麼知道自己要去哪裡呢 就是要以聖經作思維 我不喜歡斷章取義 就像當有事情發生 我就會說查考聖經 有時候這樣做是好的 但是比起這樣更好的 就是擁有像聖經的心思意念 如果你經常閱讀 你會發現所看的書籍 會改變你對世界的看法 我知道當我們經常看聖經 深入了解 我們研讀它 重唱它 你自然就會有聖經的思維 有時候 一些人會說 當你去驗證 就去驗證你的心靈 我認為這個驗證 雖然一定是來自聖靈 通常都是正確的 如果你有聖經的思維 所以用時間和拉比一齊 用時間看祂所說的 用時間研讀神的話語 很明顯我是牧者 我也會這樣說 但是我也想你以這個方式思考 第二 為何不去問人 如果生命中有你 欣賞和尊重的人 問一下他們的看法 是指你重視他們 但是你不需要做別人所說的 你可以吸取意見和拒絕它 但是免費的意見是好的 特別當它來自 你欣賞和尊重的人 如果你心裡有某人 在你想一天能夠有它的成就的 問一下他們 答案可能令你驚訝 最後特別在2019病毒疫情期間 我們需要再思想苦悶 經常感到苦悶是助就 只是有時候我們想看電影和享樂 但是請確保 當你感到非常苦悶的時候 你要面對它 更加要面對它 讓孤單更加深淫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特別如果你邀請聖靈 跟你一起經歷 孤單將會變成為獨處 就像盧雲神父說的話 但是我用不同的方式去說 孤單轉化為獨處 然後如果你克服了它 突然間你會有一份平安的感覺 以前是從來都沒有的 第一次可能不成功 你可能要嘗試幾次 它成為獨處的感覺 獨處帶來喜樂和創造力 然後因為獨處 你不會馬上去尋找娛樂 獨處經常會帶出創意 如果你是音樂家 突然間你會創作一首歌 如果你是作家 就可能是新書或是一篇文章的意念 如果你是建築師 會想到一件家具的新意念 或者你決定打電話給很久沒有聯絡的人 我們必須明白 人生中很多最有創意 最有意義的想法和行動 是源自於我們的虎門 但是要謹記虎門裡面有益處 你一輩子也要記住 它能夠幫助你 如果你想得到虎門中的益處 你需要面對孤單 以及在過程中的痛苦 好 夠了 我真是想你知道 無論你是誰和身在何處 我想你知道 第一 神愛你 我愛你 這個教會愛你 這個教會或其他教會的朋友 比此掛念對方 這是很重要的 有些朋友真的成為了我們的家人 有時甚至比家人更加重要 特別在人生的某個階段 所以當你離開你的朋友 家人 或者你愛的人 是你每星期見面的 真是很艱難 真是很掙扎的 但是我想你知道 我們非常愛你 我相信各樣的事情會好轉的 你要振作 持守盼望 以及知道牧人圓林掌勞會 和權能時間 我們非常愛你 我們相信這個困境對你和你的友誼 和正在經歷的國家 無論你身處哪個國家都是祝福 似乎很難想像這樣是真的 但是我們要祈禱和相信 透過困境 神會賜給我們另一種更好的益處 是我們一直沒有察覺的 請一起祈禱 天父 我們感謝祢 我們愛祢 我祈求特別的祝福 剛臨到每一位觀眾 今天祢賜給我們平安 和喜樂 主讓我祈求神 祢啟示我們要去的地方 鼓勵我們 讓我們堅忍 直至得勝 奉耶穌聖命祈求 阿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们 阿们 现在愿主赐福你 保守你 愿主的念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主向你仰念 赐你平安 奉圣父 圣子 圣灵之名 阿们 多谢你收看《全能时间》和对我们的支持 在《圣经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 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是使你们得平安 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 要斥给你们美好的前情和盼望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今天 斯维帕穆斯教同我们 在困境里面学习 面对困境和试炼 斯维帕穆斯鼓励我们 不要忧虑 惧怕 或者是颓爽 当我们挣扎 其实神是给我们人生的目标 当我们克服了之后 我们就会成为新造的人 神在过程里面 训练我们去学习 使我们更加好和更加刚强 在《高临多后书》第4章第17至18节 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 无比 永远的荣耀 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 而是顾念看不见的 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 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是暂时的 不要看我们失去了什么 而是看我们仍然拥有什么 并且信靠在这些困境里面 我们去学习冷静 待人仁慈和有爱心 让我们学校主耶稣 因为世界正需要像我们这些人 我们充满生命力 鼓励别人和满友恩典 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使你们得平安 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 要斥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 这是夜和华的宣告 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 无比 永远的荣耀 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 而是顾念看不见的 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 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全能时间这个例子电视节目 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 逢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和星期日的早上8点钟 你也可以在网上同步收看 MyTV Super 或者是www.hourofpower.hk 多谢你收睇 神爱你 下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 请下星期再次收睇 小卫柏牧师要带给你盼望的讯息 权能时间 小卫柏牧师很想听到你的分享 请写信给我们 直至下星期 请记住 让你的盼望 而不是伤痛 你塑造你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